由在地的弦乐团三重奏 以悠扬的乐声为北大图书分馆 及三峡分局北大派出所的联合启用典礼揭开序幕 市长朱立伦表示 北大分馆是三峡地区的第二座图书分馆 并且针对当地居民的需求 打造多面性、复合性的阅读空间 希望能够让市民在这里享受充分的阅读乐趣 对,我们新北市除了盖了一个崭新的图书总馆 也盖了12座的新馆 包括今天的北大图书馆 另外我们改建了45座的老旧的图书馆 那每一座图书馆都有它的特色 那就像今天的北大图书馆跟周边的景观结合在一起 是一个充满了自然景观、人文艺术 而且很疗愈的一个图书馆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过去每一座图书馆完成之后 不管是银法族、不管是年轻的朋友 甚至祖孙都常到图书馆 所以这座图书馆也一样 有儿童的、有长辈用的区域 让大家能够在图书馆度过快乐的一天 另外位在一楼的北大派出所占地300多坪 一共配置了16名景丽 各项空间都相当的充足 未来对于北大特区范围的甘园、南园、农学、农恩等四个礼 都能够提供更及时有效率的治安服务 以前那个巡逻车等于是巡逻到大一路就要往回转 那报案的话到底到哪里报 两个派出所又不同 后来我就说一定要设立一个北大派出所 这个派出所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我们这个社区 这个是新北市的我们的派出所 那这个派出所一定可以带给地方 治安、我们交通 还有一个我们服务 做最好的一个工作 而三峡北大分管位在综合行政大楼的三四楼 一共有三万多册藏书 总计425平的空间 以加剧定位出不同功能的区域 未来还会推出一系列的开馆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阅读以及艺术饗宴 宗教新闻赵世渊、詹怡勋、三峡报导 我们看看这三百点的情节 即使第二次回应 总许因为一共有两空 Nope 不止 误导 无误